好 接着来看到下午1点11分 全台有感地震上下晃动剧烈 接着不到一分钟又再出现了第二震 根据地震中心 这两起地震震央位在宜兰 规模最大达到6.5 而地震专家就指出了 这两起地震因为震央相距有一段距离 两者成因不同 未来一周之内 震央附近都要小心会有余震 规模预估会小于6.5 照规模6点多地震 经常就会去引发旁边地壳的一些触动 然后破裂产生另外一个地震 所以在一分钟之后产生的规模5.4 就是它触动的一个原因 因为规模6.5地震 它其实算是蛮大的 所以它总是在发生之后 它宁静的地壳里面 之后多多少少地壳会能量去调整它 所以它也会引发一些余震救事 所以我想往后大概一个星期内 大家注意一下